好 感谢主 王一牧师为我这个讲道来开场 他刚才讲 基督是主恩典为王 背负释迦分心福音 这十六个字是秋雨之福教会 十几年所走过的两个角色觉醒的时刻 这十六个字呢 可以分为两段 前面八个字是一段 后面八个字是第二段 第一段是从福音来认识自己是谁 第二段呢 是从福音来认识自己要做什么 要走什么样的道路 第一个时刻 就是前面八个字 是从个人性的角色来觉醒 第二个时刻 是群体性的角色觉醒 第一个时刻是关于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生命 第二个时刻是关于 在基督里所赐给我们的使命 王一牧师说 确定的救恩 前面八个字 非常确定 而未尽的使命 后面八个字是我们一生之久 我们这个教会这一群人要一起来所行走的道路 我们今天晚上呢 就从这个第一段的这个第一个四个字开始 基督是主 我们把明把这个恩典为王啊 留到明天晚上 那今天晚上待会呢 带着超传道还要来在我们当中来传讲这个背负实价 我们把那个奋心福音呢 留到明天晚上 明天晚上也是两段啊 基督是主啊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宣告呢 在新约圣经当中几乎随处可见 因为我们经常看见 主耶稣 主耶稣基督 主基督 主基督耶稣 这样的称呼对吧 经常是连在一起的 而在整个初代教会的时候 那个时候还没有信经 没有信条 那使徒信经 尼西亚信经 加克敦信经 亚唐纳修信经 当然更晚近的这个各种的 比如说我们教会所任性的 威斯敏兹信条 这是很 这是后面的事情 而对当时初代的教会来说 耶稣是主 基督是主 这样的简单的这个描述啊 总结 就视为是对信仰的简单的概括 那有人问你 你信什么 你说我信 基督是主 就跟其他的人就 马上就分别出来了 对吗 当我们说 基督是主的时候 这四个字其实是对一句话 的一个概括 这句话说的是 我相信 耶稣是基督 是我们的救主 是我们生命的主 那简称呢 就是基督是主 那我们现在我们都很熟悉 使徒信经啊 使徒信经的第二段 一开始这么讲 说我信 我主 耶稣基督 尼西亚信经的第二段 也是这样开始的 我信 我信 独一 主 耶稣基督 那在 这个信经的两个 这个 这两句话里面 我们就发现 有两点信息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 特别是我们 秋雨圣月教会的 每一个弟兄姊妹 都应该非常清楚的 了解 和牢记的 第一 耶稣是基督 耶稣基督 我们现在说习惯了啊 但是耶稣基督是 这个 这个称呼啊 并不是像约翰 加尔文 或者约拿丹 爱德华兹 这些名字一样 不是说一个名 一个姓啊 加在一起的 不是的 基督是一个头鞋 基督是什么意思 基督是弥赛亚 基督是救世主 希腊文的这个 基督这个词 在希伯来语里面 翻译成 弥赛亚 弥赛亚 字面上看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受高者的意思 在旧约圣经当中 按照上帝所指示的 这个仪式啊 方法 那为一个人抹油啊 承认这个人拥有上帝 赋予的特殊的能力 和一个特别的职份 这个叫受高者啊 那你知道 这个亚伦做大祭司的时候 是受高的 那大卫做王的时候 是受高的啊 那最初弥赛亚这个概念啊 弥赛亚这个概念 他是与君王有关 首先是扫罗啊 然后呢是大卫啊 是跟君王联系在一起的 大卫死了以后呢 弥赛亚 逐渐的被理解为 是他的某一个特定的继承者 就是大卫的子孙 将来要坐在大卫的宝座上 要来统治以色列 要来恢复以色列的这个 这个大卫王朝的啊 是以色列恢复这个黄金时代的 一个伟大的君王 亲爱的弟兄姊妹 大卫是什么时候的人 大概是在耶稣基督之前 一千年啊 主前一千年 那个时候的 直到耶稣基督来 那中间将近一千年的时间 大卫有很多的后裔 不断的被认为 可能是弥赛亚 那个 比如说西西家 哦 可能是弥赛亚 耶稣基督 可能是弥赛亚 后来发现不行 都被掳了 被掳了之后 那说 那谁是弥赛亚呢 那可能 索罗巴伯 可能是弥赛亚 但是后来 百姓发现他们都不是 一直等 一直等 等到什么时候呢 终于施洗约翰来了 施洗约翰的服饰 引起了整个犹太人 极大的这个 回应的热情 因为他看起来 像弥赛亚 然后施洗约翰说 我不 我不是弥赛亚 我不是基督 他说 我只是弥赛亚的 开路先锋 他说 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 能力比我更大 我就是万一要 给他解鞋带 也是不配的 我是用水 给你们施洗 他却要用圣灵 给你们施洗 这个伟大的 这个神秘的人物 是谁呢 那像大家都知道 就是耶稣 当耶稣开始 出来服侍的时候 许多人跟随他 很多人以为 他就是那一位 应许之子 大魏的子 所以亚伯拉罕的后裔 那一位要来终结 罗马的殖民统治 要来恢复 以色列的光荣的 弥赛亚 救世主 然而 亲爱的弟兄姊们 你现在知道 耶稣实在是弥赛亚 但是他是一位 受苦的弥赛亚 当初他的门徒 一听到这个 就不乐意了 是不是 他说 他在 耶路撒冷 要被杀 你怎么能被杀呢 那不行 而且你发现 耶稣不只是 以色列民族 的弥赛亚 他是全人类的 弥赛亚 在菲利比书二章六节当中 讲到这一位弥赛亚 是怎么来登上他 君王的宝座的 他说 他本有神的形象 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抢夺的 反倒虚己 去了奴仆的形象 成为人的样式 既有人的样子 就自己卑微 存心顺服 以至于死 却死在十字架上 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 又赐给他 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叫一切在天上的 地上的 和地底下的 因耶稣的名 无不屈膝 无不口称 耶稣基督是主 使荣耀 归于父神 现在的弟兄姊妹 我们接下来 要分享第二点 我刚才讲说 你一定要牢记 第一点 耶稣是基督 这是福音 极其重要的 浓缩的概括 还有第二点 就是 耶稣基督是主 新语当中 这个希腊文的 这个主 这个字 有两个基本的含义 一个呢 就是是主 Karis 主 另外一个Karis 另外一个含义是什么呢 是主人 前面这个主的 这个意思呢 是指的是 是以前 旧约圣经 希伯来文圣经 翻译成希腊文的时候 就用这个Karis 这个词呢 来翻译圣经当中 凡是 这个指代那位 全能的上帝的 那位伟大的 独一的真神的 那个词 就全部翻译成 这个 不是全部 绝大部分 就翻译成这个主 在英文圣经里面 你看到那个 把那个四个字母 全部大写 L O R D 全部大写 Lord 大写的lord 也就是主 那 这个希腊文的单词呢 后来就成了 直接指代 特质 以色列的上帝的 这个词 但是后来你知道 罗马皇帝啊 他就成 他说 他是主 他是那一个 活着的 或者是死去的 刚刚死去的 甚至活着的时候 他就开始 称自己是 是主了 是神 但是你知道 先是犹太人 后来呢 是基督徒 坚决拒绝 称 皇帝是 是主 为此他们付出了 惨重的代价 所以当我们说 基督是主的时候 这个是不 并不容易的一件事 第二个意思呢 主人 那你看到圣经里面 很多的比喻里面 讲到说 葡萄园的主人呢 园主啊 家主啊 庄家的主啊 还有人子是 安息日的主啊 都是指的 但是这个主人的意义上 来用的 当我们说 基督是主的时候 他包含了两个 这两个意思 包含了基督是我们 独一的上帝 和基督是我们的主人 这两个意思 所以罗马书 十四章九节 刚才我们读的经文 因此基督死了又活了 为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巴文克 在他的这个 改革宗教义学这本书当中 这样讲 他说 无论是在自然和恩典 在创造和再创造 在世界和在教会里 上帝的主权都是永远的 也是无所不在的 他的典章和利率 是我们生活的准则 因为人类是他的受造物 隶属于他 并且有责任 以完全的顺服 作为回应 所以呢 我们从前 说上帝是王 上帝是主 那自然 我们也就说 基督是王 基督是主 尽管基督从永恒 就是被选定的君王 但是由于他的降碑 上帝才将他升为至高 并赐他超乎万民之上的名 借着他的复活 他被大有能力的宣告为 上帝的儿子成为主 并接受了天上地下 所有的权柄 他现在作王 直到完成他的国度 并将他的仇敌踩在脚下 现在弟兄姊妹 基督是主 他是死了又活了 我要做死人并活人的主 那么罗马书前面 这个十四章七节到八节说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是为主而死 所以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在这个世界上 有许多的东西 有许多的力量 要来和这位独一的上帝来竞争 想要成为我们生命的主 想要成为我们的主人 想要成为我们的主宰 在当前的世界上 最为强有力的两个竞争者 有两个 一个是 民族国家 一个是经由现代文化 所塑造出来的 每一个的个人 启蒙运动之后 现代的国家 都希望成为 我们的神 成为我们的主宰 成为我们的主人 现在世界上所存在的 任何一个国家 无论是君主主 还是民主制 无论是独裁国家 还是宪政民主自由的国家 他都有一种极其强大的宗教功能 他都希望把自己打扮成活着的上帝 打扮成这个全能的 可以把你这个 保护你 可以供应你 从摇篮到坟墓 又掌握着对你的身杀大权 国家呢 不只是垄断的这个暴力的机器 而且他还掌管教育 通过掌管文化 舆论 一切的这些这些系统工具 打了系统的塑造国民的 这个意识 建立公民宗教 建立国民宗教 几乎所有的国家 几乎所有的国家 都在推动塑造一种 自己的民族主义 国家主义 爱国主义 王一牧师说 他说 无论人间的统治者 是一个人 是君王 少数人 议会 还是多数人 民主 圣经教导的重心都在于 他们都必须 顺从耶和华 承认在自己之上 还有真正的君王 人间的统治者 必须是在上帝之下的统治者 不承认上帝 和他的诫命的民主国家 和不承认上帝 和他的诫命的君主国家 都一样的邪恶 当我们宣告基督是主的时候 我们不仅宣告我们对基督这一位上帝 这一位君王 万王之王 万主之主的信靠 而同时我们是在宣告我们的身份 亲爱的弟兄姊妹 我们的身份是什么 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在菲律比书三章二十节 讲说 我们却是天上的国民 并且等候救主 就是主耶稣基督 从天上降临 王一牧师在 刚才的那篇 刚才讲的那段话 接下来的一段话里面讲的说 在基督已经降临 还要再来的今天 一个基督徒他受洗的意思是什么 在某种意义上讲 意味着受洗的基督徒 他的个人的生命 不再受制于任何一种 政治制度的统治 或者意味着任何一种 政治制度的统治 对一个受洗的基督徒而言 都从此成为外在之事 和次要之事 因为受洗意味着 相信基督是主 恩典为王 受洗意味着承认出了基督以外 我们没有别的王 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是第一个跟我们竞争的 跟这个我们的主竞争的 还有一个 还有一个 就是我们每一个个人 除了国家以外 与耶稣基督竞争来做主的 还有每一个现代社会的个人 近代以来所有的这些脱离神本 远离福音 反对上帝的各种思潮 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 还是国家社会主义 国家社会主义是纳粹 集体主义 还是平等主义 是自由主义 个人主义 女权主义 等等各种各样的主义 不管他以什么面目出现 不管他在哪种文化当中 他们都是在鼓吹一件事 就是鼓吹说 从来没有弥赛亚 从来没有救世主 人类要成为自己的主人 告诉你 你要成为你自己的主人 在一些国家 这个成为自己的主人 表现为 你要争取自己的自由 你要实现自己的尊严 你要追求自己的价值 而在另外一些国家 这就表现为 你的信仰你可以自己决定 信仰自由 你的性别可以自己决定 你是一个一米八的 一个白人男性 但是你可以自己说 我是一个一米六的 中国女生 谁能把你怎么样呢 你可以自己宣称这个 性别可以自己决定 至于道德法律 一切约束人的外在的标准 都是相对的 也应该由人民自己来决定 所以你看到 亲爱的弟兄姊妹 在一个现代社会当中 我们如果说 我们是有主的人 我们说我们是有主人的人 我们就会被认为是过时的 是可怜的人 是已经脱离了这个时代的人 然而我们 我们不是任何人的奴仆 奴隶 不是罪的奴隶 不是死的奴隶 不是魔鬼的奴隶 而是公义 圣洁 慈爱的上帝的奴隶 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这个湖广总督 杨宗仁 他是在雍正皇帝 这个时候的一个湖广总督 好大的一个官 对吧 他给雍正写奏折 报告工作的时候 他写自称奴才 然后皇帝就批了奏折说 不要叫奴才 你要说臣 你是臣 你不是奴才 奴才是谁 奴才是我们八旗子弟 我们满族人 才可以在我面前成奴才 你呢 你不是我们自家人 不许说奴才 你明白吗 亲爱的弟兄姊妹 这个世界上有权有势 有知识有权 有道德的人非常多 多得不得了 然而他们 都不能做上帝的奴才 不能做上帝的奴仆 因为他们不信基督 他们就做了人的奴仆 他们做了罪的奴仆 做了死的奴仆 做了魔鬼的奴仆 而我们这些 在世人看来如此卑微 一无所有的人呢 圣经说 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 是有君尊的祭祀 是圣洁的国度 是属神的子民 要叫你们宣扬 那招你们出黑暗 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阿们 感谢主 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因为主说 你若口里任耶稣为主 心里信神 叫他从子里复活 就必得救 而且这恩典是 白白的赐给我们的 不完全跟我们做什么 我们是什么样的人 没有关系 哥林东前书12章三节说 所以我告诉你们 被神的灵感动的 没有说耶稣是可咒诅的 若不是被圣灵感动的 也没有能说 耶稣是主的 亲爱的弟兄姊妹 当我们宣告 基督是主的时候 就表明我们与世界上 这一切抵挡福音的 现代文化 势不两立 我们不属于这世界 我们若属于这世界 这世界就必喜欢 属他自己的人 然而因为我们不属于世界 世界就要拒吃我们 就要抵挡我们 就要逼迫我们 然而我们今天 若与基督一同受苦 在幕后就必要和他 一同得荣耀 哈德宝要理问答 34问说 你为何成基督 为我们的主呢 答 因为不是用金银 乃是用他的宝血 从罪恶和魔鬼 一切的诠释下 拯救了我们的身体和灵魂 叫我们归于他 唯独做他自己的产业 亲爱的弟兄姊妹 基督是主 我们是主的仆人 基督是主 我们是主的产业 基督是主 基督是王 我们是王的子民 基督是元帅 我们是元帅的士兵 我们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活 也没有一个人为自己死 我们若活着 是为主而活 若死了 是为主而死 所以 我们或活或死 总是主的人 我们一同低头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上 我们感谢赞美你 主啊 我们 这卑微的人 我们这 在世界上被看作是渣子一样的人 真的是像蚂蚁一样 像灰尘一样的人 主啊 我们怎能够 成为主你心目当中的一中人呢 我们怎么能够成为你的儿女呢 我们怎么能够来到你面前 成为你家里的人 称你为主呢 主啊 我们感谢你 因为实在是你恩待我们 主啊 你白白的恩典 临到了我们这完全不配的一群 使我们 今日来到你面前的 这是圣灵 开我们的心眼 叫我们看见我们 是何等败坏误会的一群 我们在世界上 毫无出路可言 我们 靠自己的任何的努力 都不能救自己 然而我们 来投靠的 是你已经为我们预备的 耶稣基督已经做成了的恩典 主我们感谢你 主啊 因为我们宣告耶稣是主的时候 当我们宣告基督是主的时候 我们向这世界宣告的时候 我们是如此独特的一曲 我们乃是基督 这永远的亡国的一份子 我们乃是 耶稣这伟大的元帅的 会计的士兵 主 感谢你 感谢你将这 中贵的荣耀的身份赐给我们 好叫我们 脱离这世上一切的 罪孽和死亡的缠绕 让我们可以来 真正成为主啊 你所喜悦的 来传扬你福音的一曲 主感谢你 我们求你继续的带领我们 在旷野当中前面的道路 也求你与你被求的仆人同在 让我们在同行的路上 主啊 你使我们 在你圣灵当中的团契 无人可以拦阻 无人可以拆毁 主我们感谢你 听我们的祷告 奉靠耶稣基督 宝贵的圣名 阿们